hello大家好我是一颗直流 今天我要吃一个广东的猪脚粉 然后还有一个 芋泥肉松盒子 还有一个榴莲斑鸡 我先把汤倒进去 我点的是全家福 就是什么料都有的 喝一口 好香的一股猪脚味 但是感觉这个醋量还是不够 要加点醋进去 我是个比较能吃醋的 所以就加的醋味比较多一点 呃完蛋了 看着颜色不太好 味道是对的 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料 猪脚啊 还有鸡蛋 肉丸 还有小肠 和牛腩 这一块就是猪脚 上一口 蛮好吃的 这个猪脚 就它炖得很软辣 在你的身边 我点的是盒粉 猪脚粉 在你的身边 算是遇到情绪 也代表我已经走远 猪脚粉真的老好吃 你们来广东 要试试 这个猪脚粉 还有糖水 都超级好吃 就骨头也很好吃 这里就是那个肉丸 这种肉丸还挺好吃的 还有卤蛋 这就是小肠 也是炖的很软了 我其实以前比较喜欢吃 一丝 今天想尝一尝这一个盒饭 每次都是吃一口 然后喝一口糖 肉丸 没拿勺子 我去拿一个勺子 给你们看看这个肉丸盒子 里面有很多肉丸 还有芋泥 然后就是这几层 我觉得这个老好吃了 来一图 它的肉丸是那种脆脆的 然后芋泥就是人人动动的 湿湿的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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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一层肉丸真的是做得很好 上面这一层肉丸真的是做得很好 我最喜欢颜色的颜色 我最喜欢颜色的话就是黑白蓝绿 然后紫色的话是最近 嗯 有一段时间洗完上的 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紫色的很多东西都觉得好好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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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想想想这个榴莲绊鸡 它是这样的 里面有这种榴莲肉 好香啊 这是很浓的榴莲的味道 它不是那一种 它应该是动物奶油 它里面给的榴莲肉 真的老多了 好好吃啊 真的很喜欢吃这个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 哦不是第一次 以前吃过 但是以前呢 就是没有什么鸡点 感觉没那么好吃 差点丢 我放它一会儿 再吃几口 这个猪脚粉 它给了一个这个辣椒 但是我没用 猪脚粉的粉真的非常好吃 你们一定要去赏一赏 牛腩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 嗯 就是晚上嘛 我们就经常去散步 散步到一家 就是这个专门做这个的面馆 然后 我就是点一份加热碗的 然后点一份盒粉 因为以前最喜欢吃的是盒粉 然后呢 吃了再点一份那个摘粉 然后就这么吃 然后每天晚上都是吃两碗 我当时觉得每天都好快乐好快乐 天天都是吃那个吃的 而且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 就是物价很低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都很便宜 然后很好吃 赖的人也很和善 来个卤蛋 长这样 我觉得它静一下这个糖汁会好吃一些 其实 平时不早吃不干 就是太干饱了 这个小长的是做的很干净的 我每次吃一口面一定要喝一口汤 就感觉老舒服了 这个就是不用勺子就可以直接吃了 这些牛腩都是 那炖的很软烂 然后也挺大块的 就是给的料还是很实陈的 我现在点的这一家 猪脚粉的叔叔阿姨也认识我 所以她每一次都会给我打很多很多的料 我现在点的这一家 还有最后一口 还有最后一口 取完了 清单 来吃这个千层 不是这个叫什么 什么芋泥肉松盒子 你们是不是发现今天的视频里面没有可乐 哦就是没有饮料 因为我刚刚拍的时候太可了 已经把我买了可乐可完了 但是我又不想再下去跑 跑一遍了 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 最近也没闪着 有去参加一些 学校 不是学校 就是 外面举行的一些比较大型的比赛 但是都是我挺感兴趣的 就是跟互联网这些方面有关联的 我觉得还是要去试一试 这顿吃了就去再导舜一下那些东西 感觉消失和最老 终于找到 心有历史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着好 我永远爱你到老 最后一口啦 吃完了 吃完了 再来吃这个榴莲斑鸡 它里面是一大坨榴莲肉 是真正的榴莲肉 不是国家那一种 这顿吃了 再过两天我就可以回学校里面去了 带不回去 我爸妈最近看我很不爽 最后一口啦 最后一口啦 哎这个好好吃 我以前这么没发现它的好吃 我经历光啦 我经历光啦 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